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漢肺炎 疫情蔓延 醫護人員每天疲癒奔命 沒想到二十六號在淡水 竟有一名台大醫師猝死家中 嗨醫生 院方頂居家體溫 處在關鍵時期 沒想到台大一名陳姓醫師 二十四號有跟院方表示自己 有發燒腹瀉等狀況 結果二十六號同事發現 他沒來上班 立刻報警 警方聯繫到醫師女兒 同時請鎖匠來開門 沒想到入屋 竟看到醫師倒在臥室死亡多時 現場沒有留遺書 也沒有打鬥痕跡 儘管管理員說醫生身體狀況不好 可能是生病 但醫生突然身亡 還是讓院方跟家屬都很錯愕 六十五歲的陳姓醫師 在台大醫院過敏免疫科上班 是一名兼任醫師 只負責門診 但有高血壓病史的他 警方在他家中 例外發現還有癌症藥物 因為兩天前才表示自己發燒 讓醫生死因成了關鍵 目前檢體也已經交由疾管局 需要兩三天時間才能釐清 但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突然失聯猝死 還是讓外界憂心 整等檢體結果盡快出爐 才能給大眾一個交代 三天新聞SNJ小組 新北報導 有關 aphrodome